我想問一下,你所提及的重啟政改 你會怎樣帶領香港走向雙普選呢? 會不會有什麼具體的計劃、時間表或者路線圖呢? 之前大家的了解就是我們要做了特首的選舉 才是進行立法會的選舉的 所以第一步就一定是特首的選舉來的 如果我們不在2020年之前做好這件事 在2022年差不多是沒有機會用普選來可以選到特首 所以那個時間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剛才說了我們可以用那個模式推行 希望可以達到我們那個目的 然後選了第一屆普選的特首之後 我們可以進行立法去做一個普選立法會這方面的工作 那或者我再追問一下 假如你成功當選了特首 那民意和中央的意見有分歧 那你會怎樣去取捨? 這個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來的 因為特首永遠在那個位置那裡 要作出一個適當的協調 當然不會容易 但是這裏就是它主要的工作之一 那我相信大家兩方面 一方面那個民意 但這也是七百多萬人的看法 以及有一個過程演變出來的一個看法 那我相信很多這些事情 在中央那裡也會有一個判斷的 我想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作為香港的特首 你可以拿捏到這些事情 是如實很準確地跟中央一起來分享這件事情 可以內心跟他們解釋這件事情的底蕙 是怎樣的各方面的 我很相信用中央的智慧 他們是可以作出一個正確的判斷的 以及所有的相關 跟我們分享一小的比如說 一下子的本來 我們就讓你來分析一下 有明明的關照 就可以了解一下